欢迎大家回到 98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奇门现场 我是陈凤鑫 台北股市呢 昨天下跌了33.75点 刷盘指数11725点 跌幅0.29% 成交金额1324亿元 而OTC市场呢 则是上涨了0.62点 刷盘指数是147.91点 涨幅0.42% 成交金额412.98亿元 我们今天连线的是 风云头顾资深分析师 和金城金城大哥 金城大哥台北股市呢 昨天本来在美股 前一天还上涨的 激励之下开高 不过最后呢震荡走低 今天清晨的时候呢 美股也下跌 因为现在新冠肺炎的疫情 虽然我们看到 确诊病例数真的是 已经是不断的在减少 那么出院人数也是在增加的 但是 昨天传出来北京有一家医院 出现了院内的群聚感染 好那这是中国大陆的 环球时报的报道 所以这个消息就引发了 新一波的恐慌 您怎么看在这个疫情 对于全球金融市场 最重要当然对股市 台股的影响 这一次的疫情的 对国际市场的影响 其实刚开始 每一个人都跌破眼镜 因为大家认为国际股市一定崩盘的 尤其大陆应该崩得更惨 结果这一阵子呢 大陆的股市实在是太厉害 刚刚凤鑫小姐有讲 你看一下那个 那个上证市涨了1.8 然后深圳市涨了2.4 然后创业板市涨了2.2 最厉害的是创业板 已经创了五年的新高了 对 而且昨天还有一件事情 台股之所以会跌 我等一下会讲原因 台股之所以会跌 第一个 我们把那个武汉当作台北 下得要死 所以都没有量 我们的成交量 其实一路往下降 从开完红盘以后 一路一直往下掉 只有OTC往上 所以OTC比较强 那OTC就有点像大陆的 这个创业板一样 他们昨天的成交量 一兆人民币 已经连续两个交易日 超过一兆了 连续两天超过一兆 一兆就是4.3兆台币 光那个昨天的京东方 就大概台币就是450亿 他104亿嘛 104亿人民币 京东方昨天涨7.6% 那打多大支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我们比较紧张 而且加上我们外资是卖钞的 那本土资金又比较紧张 加上早期 就是刚开始下来的时候 这个光股建商有户盘 他起来的话 当然会卖一点 这正常 你不能说 你户盘不能卖 那卖一点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盘面上是这样 那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很简单的讲个 我们不要去比一个东西 我们现在争议最大的 不是就是平盖吗 平盖我给大家看 一档股票就好 就是这个 这个 利信 利信 大家知道吧 就是 大陆的这个 很重要的一家 也是算是 组装厂 对 组装厂 就是连接线最大厂 利信的股价 创历史新高 难道他没有丢单吗 难道他没有往后吗 是不是这样 所以 所以我只是这样讲 那我上次还有讲过 那个 东山精密 东山精密是大陆 最大的软板厂 创历史新高 好 讲完这 你再去看一下 他的那个 造丽创新 昨天还涨停 创历史新高 连我们台湾有投资 那个 那个叫什么 那个 联华科有投资的 叫惠鼎 创历史新高 卓胜伟 跟着我们那个 立基长的 我们也很早以前 好像五十几块 讲的立基 跟立基长 那个卓胜伟 再创历史新高 已经五百多块了 刚刚这个 金城大哥所提的 这几家公司 都是大陆的公司 都是大陆的公司 好 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 我能不能把它 跳脱出来 来讲一下 新的产业 那他未来 一定会有帮助 这个 丰西小姐 应该记得 我们去年十月十几号 那个叫做健身环大冒险 要推出之前 我就判定他会受费 对不对 我们那时候 讲了一个原相 昨天来到能霸 我们那时候 讲的说 一百一十几 那中间不是法人大买 所以就关键 那我把它基本 你现在操作 要怎么做 讲一下 你自己看一下 我们矽晶元的部分 有转单的效应 所以外资买了环球晶 它大概三个月涨了38% 投信买了中美晶 也三个月买了 涨了38% 那结果后来三口说 我的业绩不错 结果外资加投信 连手买超 二月一号到现在 也涨了38% 你说台胜科吗 台胜科 对 那我这样再讲的 就是说你 大家 这个听众朋友 你要怎么做 你很简单嘛 那就是别人的成功 就是我们可以复制 一个就是外资投信 连买的 这样就好了嘛 你看人家的外资买 一个人 一个买 它三个月涨38% 投信买三个月涨38% 中美晶 两个连买 同样的台胜科 涨了 一个月不到涨38% 这叫筹码 股票有人买就会涨 大陆是实打实 都是拿白花花印子买 所以它就涨 它其实造业创新 就是政府的政策指标 那为什么他们不敌 我稍微讲一下 我上个礼拜有讲 他们补贴啊 我们产业也在补贴 他们会降税啊 对他们什么社保啊 什么的都在降 他们会补贴 所以很简单 营业额越大了 以后补贴越多 OK OK好 那我们来讲两个新的产业 因为时间不太够 我很快讲一下 一个今天报纸有写 台积电结盟 异化半导体 抢电动车商机 它其实主要的是一个新材料 叫做淡化家 那淡化家里面 我们国内投进去的三家 你自己做这家报纸有写 一个汉磊 一个家经 一个生洋办 对啊 那你自己去看一下 这上面有写 我今天要谈一个 离我们比较近的 昨天有个报纸叫 Tesla转向无辜的电池 它跟林德时代用的电池 叫做磷酸铁铁电池 这个是直接比较 对我们国内有比较多影响的 你说宁德时代是大陆的电动车公司 电动车的电池最大 跟Tesla都 所以现在Tesla确定要用宁德时代的电池了吗 磷酸铁铁电池叫LFP 今天其实我们大家可能没有电子时报 电子时报写了四文三版在第七版 写得好清楚好清楚 那我就把它摘录下来 那为什么要用磷酸铁铁电池 以前电池大家都用这个内孤里 对不对 叫三元电池因为它的能量密度比较高 所以它用的电池的那个体积 重量比较小 对 那以前的这个能量密度 如果它是一磷酸铁铁电池 大概66%而已 但是 对 但是现在奈米技术出来以后 它现在加上林德时代的一个技术叫 封装技术叫CTP 它可以把它拉到80% 那再加上欧洲已经对这个内孤里的电池 已经有点疑虑了 为什么 因为去年南韩很多资料中心都是用这个当做燃料电池 你只要放着放着自己就烧起来了 所以原本的其实看起来有不安全性 虽然它的体积会比较小 对不对 那现在磷酸铁铁电池呢 它的安全性很高 可是就是密度因为不够低 不够高 所以它就体积变得比较大 比较大 那现在宁德时代有个技术让这一个体积可以缩小 比较 那个密度就是 就是那个 那个续航力密度就会变 变好一点 然后体积就会缩小 那它别我算一个账给你听 那现在一个最重要的 磷酸铁铁电池的成本呢 是内孤里电池的 6折 就是 差不多66% 就是它两个转换率以前都一样 那磷酸铁铁电池刚出来的时候比内孤里还贵 这十年来跌了八成 跌掉八成 是不是跌到已经叫做甜蜜点 所以基本上再加上那个叫做 那个叫做 蓝含的那个磷酸铁电池那一些就自燃 自己燃烧 自己燃烧 就放得好好的自己燃烧 那你知道那个Tesla车子撞也会爆炸 这个电池就是最大的问题 就开一开如果下面摩擦到的话 有的时候也会出现 那磷酸铁电池你东摔西摔都不会 所以这是它的安全性 而且磷酸铁电池一般来讲还可以用到二十年 所以它基本上电动车成本就是电池 它可以减少三十几% 所以已经用了已经签约了 那中国就有一家有一个受费的股票 我来看一下叫300769叫德方奈米 它现在股价已经300769一定来到两百多块了 两百多块 我今天讲了两个新材料 那我们台湾有没有受费的 有两家 两家 两家 一个叫利凯 利凯大家都知道了 5227利凯 那但是它因为刚开始 这些都一定赔钱嘛 所以它去年大概赔两块钱 另外一家就是转投资的 叫中电 中电转投资的叫做 以前叫灌溯 灌溯现在改做核金新能源 它以前上海四国卫的警车的电动车 就是它做的那个电池 哪个核哪个金啊 核是和平的核 均是均 就是一个均在一个像钓鱼的那个均 钓鱼加一点 OK 核均 那国内没有挂牌 所以它持有44%的是中电 我想说这家公司我没听过 没有没有 中电1611的中电 那这个这两党股票 你可以去注意 中电还便宜 中电今年啦 去年大概赚两块半 今年第一季已经大概 这财报都还没出来 因为它都有处分嘛 都有公告 那今年第一季应该可以赚零点七零点八 那所以十二块 一个十七块多 一个十二块多 那这个会翻天覆地的改变 以前赔的要死 那现在经过这一次 Tesla使用以后呢 会变麻雀变凤凰 那这一些本来大赔的以后可能都会 都会变成赚钱 那这两党股票就是在这个产业 那下个礼拜有 所以他们 他们并不是有拿到Tesla的订单 而是说 以Tesla目前所使用的电磁趋势来看的话 他们用的电磁的方式 是趋势方向 对是趋势方向 而且他们在大陆已经大概都是投资的都是七八年跟十年嘛 那大概这个不会可以注意 那下礼拜我们再讲淡化加的那个制程 再来个回聊 好 我们要非常谢谢风云投顾资深分析师和金城建大哥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谢谢观看